你知道现在很多民众 因为讯息量太大 很多民众看新闻 就看个大标题 所以如果说你只看到大标题的话 你会看到这些带有仇恨值 带有政治语言的话 就仇宗啊 可能就会相信了嘛 就是大陆很可恶啊等等 但我一直跟大家讲 尽信书不如无书 看新闻一定要把里面看清楚 而且要多看几家媒体 台湾的媒体现在经未分明 你知道绿营的媒体是一种口径 那另外你要看绿营的对里面 可能写的是实话 所以听到介大使 听到竞平讲之后 还有听到业者自己讲 听到吴子佳讲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其实技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嘛 所以刚好我看到线上的朋友 我很开心 他说我看到了 我马上就去填表格 对不对 表格调出来啊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如果说真正有心的话 是可以做 因为有这么多家的业者通过 你是不是就请这么多家业者 提出一个范本出来 我把范本列出来嘛 我告诉你要怎么填 有没有啊 食品类的要这样填 酒类的要这样填 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 不要填错 哪些地方 可能会有陷阱 你会填错 会搞错 哪些地方不要空白 要用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格式等等 都把它列出来嘛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政府的一个做法 但是你看到 在这个政府 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侯友宜提出了方法 陈玉珍等人 他们直接去进行了沟通 付诸行动 但是这样子 苏仁昌还要怎么说 我今天听到这个话 我真的有点气哦 苏仁昌说啊 这个金马的县长 还有陈玉珍率团到大陆 去谈这个小三通 谈金酒的问题 苏仁昌说 这个时候呢 接大师小心 小心小心 要翻桌 好的意思 他气到要翻桌翻椅 生气了 太气了是吧 这个时候轻率的 对中国大陆开启国门 会造成什么 中国人来台湾抢药 我也没有看错 他在拴中国大陆 还有台湾防疫的破口 我们台湾的药 有多到这样子吗 而且中国人 来药抢就可以抢得到 是不是 我们是在Seven里面卖 还是在菜市场里面卖 所以应该要团结对外 中国本来就希望台湾乱 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 自己完全无作为 然后金马的县长 已经开始付诸行动 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大陆方面 对他们非常的礼遇 因为到那边 他们不用隔离 他们直接验了核酸 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 也就是说呢 大陆非常愿意帮忙 很希望来沟通 那你这个民进党说 以毒不回 但是你有没有派人去沟通呢 有没有呢 为什么他们这三位可以 但是民进党不可以 这是能力问题吗 是不是就是能力问题 所以我们要选一个 没有能力处理这些 技术问题的民进党政府吗 我顺便问一下这个韩冰 你怎么看待 这个时候我们的 驻日代表谢长廷 又出来了 他今天蛮抢戏的 这个他说什么呢 当陆委会也说 这是非理性的刁难台湾业者 希望中国大陆 能够悬崖勒马 那卫福部强调 以毒不回嘛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驻日代表 谢长廷慢悠悠的 慢条思理的说 卖到日本的东西呢 要靠本身的品质 硬要靠人情是有限 这什么意思啊 所以他到底是谁啊 我今天看了 想说这是他讲的话吗 网友说 搞清楚 我们这里是民主水产品 小夫你在偷臭 台湾的水产品质不好吗 翻译 贸号 品质差还想卖日本 笑死 这么诚实好吗 所以第一个 我们刚刚要感谢日本 韩冰还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调出了这个 日本的表格 日本政府很细心 把它翻译成了日文 告诉大家要怎么填 所以有效啊 日本就不像台湾这样啊 哀鸿遍野啊 所以他就是个表格问题 有这么难吗 从小到大我们也填过很多表格嘛 然后第二个 这个日本代表 言下之意是什么 言下之意 你台湾产品又不好 你们台湾产品又不好 对不对 卖到我们日本来 不能够只靠人情啊 我这个谢小夫 我的能力也有限是吗 其实中国大陆在做 他这整个注册制度的改革 是从2014年就在他们国内开始推 所以这中间 其实世界各国一直紧定 因为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讲 中国大陆都是非常大的市场 所以世界各国都在盯着 看他们进展到哪里 所以日本才会在第一时间 人家办法一出来之后 他马上把你翻译成日文 然后就做成手册 然后去教他们自己的厂商 到底要如何去注册登记 这个就是一个政府该做的 我不是说日本政府多强 而是政府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 就是啊 这是最基本的吧 结果我们的政府什么也没做 然后一直在说 中国大陆突袭突袭 那突袭你三四年 你也太厉害了 都已经快要八年抗战 讲这些东西还突袭的 人家你自己的 我们卫福部自己的网站上面 都说截止日期到今年6月30号 那请问一下你在干嘛 那你什么事也没干 你就在那边等 所以什么好意思去讲这些东西呢 那谢长廷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讲了 因为好几次 包括我们凤梨什么东西 要消去日本的时候 谢长廷每次都讲说 不能老是依靠人情啦 人情这种东西不能做长久的 这次刚才直接讲 你本身的品质要好 所以谢长廷非常诚实告诉我们 台湾就是烂 就是这样子 然后谢长廷来来告诉我们一点 另外一点 虽然他是个驻日大使 所以他也烂 我就烂 所以我没办法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其实他告诉我们就这件事啊 就是谢长廷其实在告诉我们 他其实去日本就是去养老的 你们不要找这些事情来烦他好不好 这样他很麻烦耶 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花钱 一个月花好几十万 请这样一个驻日大使 莫名其妙到极点 这个人什么事也不会干 就只会帮个日本讲话 从来不帮台湾人争取福利 莫名其妙 那但是苏贞昌我觉得最可怕 苏贞昌到这个时候 还说哎呦哎呦 他们大陆人就是喜欢台湾乱 如果说陈玉珍他们谈成了 如果好有一趟 好有一趟的办法可行的话 能够让台湾的东西卖出去 台湾为什么会乱 台湾好这样才会安定啊 台湾怎么会乱 就当东西卖不出去的时候 这些人生计受到问题的时候 马上又要过年付不出钱来的时候 这时候台湾才会乱 那所以现在谁希望台湾乱 是苏贞昌希望台湾乱 不是吗 因为你们的目的 就是希望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仇恨感 然后到最后再把它运用到选举上面 这就是苏贞昌跟蔡英文一贯的目的嘛 可是问题是 今天这个事情摆在眼前 刚刚近平也已经讲过 非常明显 也就是如果我们国策就是要抗中保台 我们就是不想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我们就是要跟他对抗 你政府早就应该要告诉我们农民民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不可行 是啊 对啊 我们要赶快去转去别的市场 要不然就干脆收收不要做 因为未来人家一定会卡你 政府有没有去警告农民民这件事 你从哪里不讲 而且你要知道这一次是预知死亡祭祀哦 因为上一次 石板鱼的事情的时候 六月的时候石板鱼的事情的时候 已经农委会自己的警告 五仔鱼是下一个 他自己都警告五仔鱼下一个 然后呢警告完就算了 我警告过了哦 你们自己看得办 就这样结果事情真的来了 你还是一筹莫展 然后到最后的应付办法 还是一样 不排除去WTO申诉 你要不排除几次啦 拜托你赶快去申诉好不好 已经好几年了 你每次都说要去申诉 全面要申诉出什么东西来了 这不要再骗人了嘛 其实我觉得 今天中国大陆到底是针对我们 还是不是针对我们 重点不是在这里 重点是在于我们政府的 因应方案是什么 你完全没有任何因应方案 你就是在那边只会骂 骂中国大陆 骂中国大陆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天天骂啊 但是问题是你没办法解决问题啊 之前每一次10亿10亿你都要补助 这次60亿你再补助啊 然后再加上现在其他的这么多品价 几千家耶 请问一下是60亿 600亿补助吗 我们每天就这样补助就吃饱了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烂到一个极点 这政府根本就是放牛吃草 让大家自生自灭 就是蔡英文刚上任讲的那句话 你们要自立自强啊 其实蔡英文的心态就是这样 孙昌的心态就是这样 反正我们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要选票 你活不活下去干我屁事 要来科普一下哦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